好,各位买好,我是董买买,我们来快速的过片,过小鹏的刘亦林同学刚刚发布的X9的这么一个技术演示视频 相对于一些品牌所展示的在停车场中的记忆行车,小鹏这个视频的先进程度还是要领先不少的 所以话不多说,我们来快速的过一遍 那首先呢,一开始告诉你,这是一台小鹏X9,这是一个内部演示版本,请不要尝试,也没有人用小鹏X9吧 好,你看到这时候驾驶也照例下车了,然后X9开始自动前行去停车场 首先呢,这是一个厂内的道路,车辆需要行进,肯定是没有地图的,对吧 然后并且导航去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有意思哦,它通过了炸机,也就是说X9可以识别 炸机在炸机可以停下并且往下走的,这时候呢,车辆开始在地下负一层行走了 这个视频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台车的演示,它是可以跨楼层进行行车的 这个技术还是比较罕见的哦,并且在盲区的时候车会自动闪个远光灯 好,我们看到现在车辆已经到了地下负二层,还特意展示了一下X9的轮骨视角 并且毕竟X9是一台这么大的MPV嘛,它有全系标配后轮转向 相对于比它贵不少的竞品,它们都没有 所以X9的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大车就应该所具备标配的能力 好,这个时候X9在自动泊车,自动泊车这个咱们见的很多了 我们把车停了下来,不过这个车稍微有一点点压线哦 这个后轮是吧,好,这是视频的一半 另外一半呢,其实是一个召唤功能啊 你可以看到人呢,这时候掏出了手机啊,进行了远程的召唤 然后车辆呢,这时候要再次驶出停车场 同样这也是一个跨楼层的驶出 好,我们看到这个小鹏的建模啊,建模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好,车从负二层驶上了负一层,然后行进的速度我这里看的不太清楚 但是我应该有十几公里,其实是够了的,毕竟是个无人驾驶啊 好吧,这里面其实唯一没有演示到的就是它对于车辆,就是对象来车的一些力章啊 这个整个过程都是没有车的情况下演示的 稍微就惊险次第程度差了一点 但是技术演示可丝毫不少 同样这里也展示了自己后轮转向 一次就能拐过来 好,又是炸机,看到没有 炸机这它会主动的停一下 然后再过炸机,证明它对炸机是有识别的 不知道以后如果面对收费的炸机有什么更加快速直接解决的方案吗 用摄像头把停车场的二维码给车主让车主自己付个费吗 好,接下来就是比较容易的 对于小鹏来说就太容易了 地面的一个城市驾驶 好,到达园区的地面上开始夺转 找到要接的人 好,车停下来,这时候人上车 这么一个非常完整的驳车 加上召唤的这个功能 都完整的演示起来了 所以小鹏的这个演示 我觉得比别家的记忆行车还是更进一步的 首先呢,这是一台很大的车 它展示了自己的后续转向能力 其次呢,它展示了自己通过炸机的能力 再有呢,它展示了自己通过跨楼层的方式 实现召唤以及实现停车的能力 这些呢,都是别人所具备的 你要说,什么在没有高定地图的地方 实时建筑什么的 这个都大家的基本能力了 就不再多说了 总之呢,就是国内的智能驾驶突飞猛进 在这么卷的情况下,非常开心 就是你看到海外的FSD也好 其他一些品牌做的也罢 国内的东西做的特别好 就是整个中国汽车行业的机会 也是绝死别人的机会 加油去干吧 好,这个是本期短买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评订阅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